好来看一段相当惊险的影片 有一辆行驶在巷弄间的这个银色轿车呢 为了要闪躲一只野狗 居然失控的冲进杂货店 当时在门口买东西的小男孩 他整个人被撞到趴在引擎盖上 还平移了近一公尺 直到撞上了树干才停下来 而强大的撞击力道 让现场所有人都看傻了眼 幸好这个小男孩只有手脚擦伤 杂货店门口身穿灰色上衣 骑着脚踏车的小男孩 悠宅吃的糖果 下一秒后方突然传来巨大声响 夹带着急促的喇叭声 小男孩才刚回头就被银色轿车撞个正着 整个人趴在引擎盖前头 平移了将近一公尺 连假踏车也被撞飞 老板娘吓得抱头拼命尖叫 银色轿车还在不停往前冲 直到撞上树干才停下来 小男孩伸出右手撑住车头 老板娘赶紧大声求救 肇事驾驶这才走下车 大家都吓坏了赶紧查看小男孩 伤势严不严重 脚插伤撕裂伤 撕裂伤 脚踏车整个都毁掉了 正式的驾驶是一位70几岁的老翁 当时行驶在这条马路上 突然冲出一只野狗踩刹车的同时 把方向盘往左打 才会冲入杂货店里 三狗紧张嘛 所以失控就是逆向冲撞上来 逝者也跟那个做和解了 早后店门口树干上和人行道旁 都留下长长一道擦撞痕迹 再看一次这个画面 瞬间撞击力道这么强大 小男孩只受到轻微的皮肉伤 真的是老天爷 要保佑中英新闻和孟前高佩荣 新竹采访报道